大家好我是大为 果果放暑假了 这两天在家里堆不住 让让让想出去玩去 我们今天过来拿这个帐篷 他说他想去河边露营 我们这个帐篷是小红汽车的 开了一两年攒了不少积分 然后对话了那些帐篷 还没用过呢 等会去河边支起来看着怎么样 果果今天跟他的好朋友说 一快出去露营去 你看到这边之后 马上两个人又玩起游戏了 就得带他们出去玩会 在家待着不是看见时 就玩手机 刚刚收了个快递 我们买的精水器收到了 最近老来新家这边 每一次都买抗拳手 感觉不太方便 然后就找了一个精水器 这个镜影机真的很方便 加自来水就可以直接过滤 还可以多温度自动调节 现在喝水真的方便多了 我们今天来的是 房山小青河这儿的公园 这儿有一条小河 正会儿狗狗可以去玩水 感觉这边的空气特别好 因为树特多 而且昨天下了一场暴雨 还挺凉快的 小月 你猜我缺个什么东西 我缺个鱼竿 对 我看好多人在那儿钓鱼 看看他们钓鱼 我说买个鱼竿呢 我媳妇说 你如果买鱼竿之前 你要想想 你能不能在那里一坐 坐一天 一动不动坐上一天 而且水边蚊子还特多 想了想 还是有点熬不住 钓鱼也是个起立活 是吧 有点古拆式那种感觉 我们是第一次搭这个帐篷 现在还帐篷盒上摸不着头脑 都不知道怎么搭了 看看我们隔壁的帐篷 两室一厅 特别大 晚上都能在这儿过夜 不过 你跟图图研究出来了吗 在我们这个邻居的帮忙下 终于把这个帐篷搭好了 这个帐篷还是个一室一厅 你发现了吗 还有两个空间 不多 你们两个肩 晚上睡这儿吧 要不 行吗 我们的帐篷搭起来 这个帐篷就矮 两个人睡觉休息 可以 然后四个人可以坐点 咱们这个帐篷就等于某草屋 人家旁边帐篷就等于大别墅 这两个都吃完饭了 你看小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 吃完零食走出去转转就 这边景色还挺好的 一大片荷花都开了 感觉带孩子出来逛逛 怎么样 感觉一下子很解压 很放松 是吗 我看你热得满头大汗呀 我还是喜欢在家吹出空调 在这七月份八月份太热了 在家带着最舒服 但是你要珍惜七月份八月份 这种出汗的时候 怎么了 能去湿是吗 对 今天天气太闷热了 虽然不晒 但是很闷 待不住了 我们准备收帐篷 回家了 我一定会回来的 看看 装的时候会半摊劲 叠的时候吧 也不会叠 终于在好心大哥的帮助下 顺利叠好了